就是你公式就留下来 因为如果不留下来 你要重新做一遍 我觉得做一遍很麻烦 把它向下填满 点两下 OK了 停止 删除的话呢 就是录制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Delete键 就OK了 录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去执行它 OK之后的话 那表示就没有问题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把它变成按钮怎么做 这边注意啊 这两个按钮 其实蛮OK的 感觉蛮 那这边我把它先去掉 怎么做 如果要增加按钮的话 请你在开发人员的这边 这边有一个插入的按钮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表单控制 请你找到那个 就是表单控制 就是左上角的第一个按钮 好 第一个把它按下去 接下来它会出现一个十字 请你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 这个按钮大小 请你自行决定 反正你就大概适当大小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这个按钮 对应的是哪一个聚集啊 那你就跟他讲说 好 我是对应 按下它 帮我执行这个手机号码串接 那另外的话呢 记得有一个 可能小技巧啦 就是你把这上面的名称 按右键复制一下 为什么呢 按确定之后你就知道了 按钮3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按钮3改成什么 把刚刚复制的那个名称贴上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多一个名称输入啦 不然的话你自己要打那个名称 那再把清除按钮 按下 拖拉 特别重要 往右下 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拖拉 那清除 一样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呢 就是在这边 把它再贴上 就完工了 然后按下它 有了 按下它 清除 那我们就做出我们要的按钮 其实就这样 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 做按钮 第二个的话呢 顺便来看一下 你已经录好了 程式在哪里 具体里面 请你按一下 刚刚是执行 对不对 请你再按一下 下面 这边有个叫编辑 如果你按编辑之后呢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那个程式放哪里的 实际上 这个编辑也是呼叫什么 visual basic 有没有 我把它按下去给一位看 按一下它 然后打开了 程式就在这里 它的结构一定是 一个sub到 end sub 字太小 你可以工具的选项 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你把这个撰写风格 字放大一下 大概这么大 你会发现 它里面基本上 就是帮你录下这些层 这个 单一号开头是注解 程式不会执行 所以基本上 我们第一个步骤 就是游标放在什么 游标放在 一式储存格上面 点slate就动作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程式 第二个的话 active sale 目前的储存格 formula就公式 等于刚刚那一串 有没有 就下面这一串 再来向下填满的话 有没有 就点两下 就是这 这两行 所以基本上 请各位 可以模仿一下 那个 我云端上面有放 加上注解 有没有放 如果你原来的程式 你现在看 会看得很吃力 为什么 因为上面 你可能 完全看不懂 那怎么办 请你在这上面加注解 注解部分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我这边已经做好 因为它打这些注解 蛮多的 我先把 做完的给各位看一下 就类似长这样子 错 应该是这边复制 然后把它贴过来 那请各位 自己在这边 加注解 有没有 注解特别注意 这个是 单以后开头 如果是单以后开头的话 后面的程式 就不会被执行 也就是说 写给你自己看 所以以后 程式写完了 不是就没事了 因为你还是看不懂 那怎么办呢 你要 加上一些 感谢 感谢 感谢